你这有事 春丽现在在医院里呢 目前情况是 她老公啊 马上就要动手术了 那手术费啊 后续的费用啊 算起来 起码还有十几万的缺口 天蜜啊 今天找你来问问 你能不能把胡阿姨的钱 先还了 我能 那胡阿姨的这些钱 你 你什么时候给她 你看我们能等 那病人等不得 能给我几天凑钱的时间呢 她老公明天就要动手术了 时间你看着办吧 我争取一天 最多三天可以吗 不是 三天你能凑多少钱呀 我欠胡阿姨三十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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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动魅阿姨说了 缺口是十几万 这样 我尽量凑 还不了三十万 我先还二十万 还不了二十万 我先凑个十万 先让她赶紧治病 天蜜 你说话你得负责任 咱不能信口开河 长生说得对 天蜜啊 你心里到底有没有数啊 能凑多少钱啊 我大概有个数 你说你三天要凑这么多钱 以我对你的了解 这是有难度的 各位叔叔阿姨 我 我也建议啊 咱们得想个备用方案 备用方案 怎么就我们想备用方案呢 我们怎么想啊 那关键还是得看她呀 是不是 对啊 就是啊 就是嘛 就是 就是 叔叔阿姨 你们放心 我一定把这个钱 给春丽阿姨凑齐了 然后再给春丽阿姨凑齐了 我给春丽阿姨凑齐了 那是我手机的后六位 你先拿去用吧 梦梦 谢谢你的好意 但是我不能用你的钱 这些钱呢 虽然不够帮你还清所有债务 但是你现在应个急还是够的 我真的不想你每天压力这么大 我自己的事情你自己看 从厨师到现在 我一直糊里糊涂地 恍惚惚惚的 我也知道我不能再这样 我必须要自己面对 这个坎我要自己解决 您这戒指是多少钱买的 我这上面写着能够到是买的时候 三十三万 这是经典款式 对 这是经典款八星八件 八星八件 比较好卖 那现在您收的话是多少钱 安行规 二手的珠宝首饰 典当价是原价的五折 最多六折 我就按六折收您的吧 二十万 行吗 行吧 那我先当一年 不过 如果到期您不续到或者赎回的话 那损失就大了 您不如直接卖给我了吧 不了 先当一年吧 那您稍等 我去拿合同 好 谢谢 好 好 好 谢谢 谢谢